在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,我的老师注意到我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地阅读。 最终,我被诊断出患有阅读障碍症。 于是我必须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学习。 也正是从那时起,我发现知识不是只能通过书本获得,人生体验更能够激发一个人的学习潜能。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,我前往英国,希望在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中来学习英语。 那段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 后来,我决定为其他人创造同样的机会,给他们真实的语言环境,帮助他们学习新的语言,了解新的文化。 就这样,音符教育诞生了。 1965年的暑假,我们组织了200名瑞典学生到英国游学,提高英语水平。 三年后,每一个暑期到来的时候,音符都会组织超过2万名学生去英国与美国游学。 与此同时,我们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研发队伍,不断探索全新的英语教学模式。 上个世纪70年代,音符快速地发展到全球各地。 第一套系列叫特殊问世,我们甚至还为BBC广播公司制作了一档60级的英语学习的电台节目。 1995年,我们进一步与苹果公司合作,研发并创建了独特的English Tongue网上语言学习系统。 那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成功。 从那年起,我们陆续投资了数千万美金,用于改善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设施,以确保我们处于现代语言教学的最前沿。 而自始至终,我们都追求给学员提供最接近真实生活的语言环境,帮助他们更轻松,更迅速地提高英语水平。 最近,我们荣幸地承担了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提供语言培训的任务,帮助中国备战奥运。 今天,我们拥有近三万名员工,遍布世界的500多所学校与分支机构,我们已经成功帮助了1500万人学习英语,让他们实现了探索世界的梦想。